男人坐飞机时突然发现 记忆上竟然站着一只猴 他急忙呼叫空姐过来查看 可当空姐走过来时 外面的猴突然消失不见了 男人仔细观察外面的一切 难道是自己老花眼了 于是吃了一颗安免药 就睡了过去 可他越想越不对劲 下一秒 在确定猴子真实存在后 他招呼空姐赶紧过来查看 当他一扭头 猴子又消失不见了 接连二次戏耍 空姐不耐烦地走开 只留下十分尴尬的男人 就在这时 这当男人怀疑人生时 猴子竟又飞了回来 并且跑到了发动机上面 潜行给基盖掰开了 男人立马意识到危险 如果再不阻止他 整架飞机的人 很可能丧失于此 他只好先教训妻子 让妻子来做人证 可猴子貌似和男人心有灵犀 一旦有第二个人出现 他都能提前消失在视野外 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向妻子解释 因为他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 妻子听了一脸懵逼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认为他的脑子一定是出了问题 于是起身去了卫生间 结果妻子刚走开 猴子又一次出现在了机翼上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摧毁飞机 男人激动的大叫 让机长赶快过来 可三个人一回头 只是看到了大雨磅礴的机翼 并没有他嘴里诉说的恶人 不过这时男人十分高兴 因为机长相信他说的话 机长之前也见过这只猴子 但为了不经想到其他乘客的心情 他选择闭口不说 只是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猴子把飞机毁掉 猴子此时已经打开了机板 男人着急坏了 这时 亲子端来一杯热水走来 给了他一颗安眠药 让他好好睡一觉忘掉姿势 就当大家都以为 男人真的睡了过去时 他突然从嘴里拿出了那颗安眠药 然后眼睁睁的盯着机翼 猴子果然又出现了 这次 他没有影响任何人 而是打算自行消灭猴子 然后去拯救飞机上的所有人 这次 男人一回头 发现了保安身上的配枪 于是站着保安在睡觉时 偷摸的给手枪偷走了 他做出了所有人都不敢想的决定 只见男人绑上安全带 然后打开机场紧急通道门 强大的锋利 一下给男人吸了出去 但好在有安全带的保护 猴子看到男人想刺杀自己 一步一步的向他走来 男人调整好心体 艰难的把手枪抬起 对着即将到来的猴子 夸夸连开了好几枪 画面一转 男人被扶拨了台下飞机 所有人都对他言行举止 感到愤怒 没有人知道 是男人冒着上面危险 拯救了整个飞机的人 机上烧焦的铁片 足以证明男人是个英雄